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祖父本身就是陕西有名的巨父 而不幸的是 周莹在小的时候 父亲母亲就都死了 是哥哥把他带大的 在同志年间 陕西回名起义 不少的富商都受到了重大打击 周家也在其内 后来周家一蹶不振 历史对周家也没有了什么记载 在周莹16岁的时候 他嫁给了吴聘 吴聘是进养富商的儿子 后来吴聘患了重病 吴家才回想起来还有这么一门心事 于是就让周莹嫁给他 目的很显然就是想要冲喜 而在结婚的那一天 吴聘的病情却又加重了 拜堂的时候也是拿公鸡替代的 只不过没有想到冲喜非但没有成功 在结婚十多天之后 吴聘变死了 周莹也就成了寡妇 继承人一死 吴家自然而然的也开始走向衰败 吴聘的父亲叫做吴慧文 他是做官的 并且也是有名的言商 而在左宗堂进攻新疆的时候 提供粮草的就是吴慧文 后来左宗堂死了之后 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后来胡雪莹暗还牵扯到吴慧文 他被抓到监狱之中 后来也死在了那里 公公和老公都死了 家庭的重担全部落 到了周莹一个人的身上 虽然说周莹只是一介女流 但他的本事却很大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他临危不乱 苦心经营 让吴家的生意真正达到了顶峰 他更是信奉 仁义成绩 在商场里不光自己赚钱 更是赢得了人心